A. 自行查看幫助說明 B. 幫助中心搜索答案 C. 向客服求助 沒錯啦 無論你選擇哪一個都能夠找到答案 第一種情況 在平時看股票行程 分析公司數據的時候 通常都會遇到一些不懂的名詞 旁邊會見到一個細埃字 例如這個 只要按一下這個符號 就能夠看到詳細解釋 第二種情況 如果仍找不到答案 進入我的頁面 點擊幫助中心 輸入你想詢問的問題 或者關鍵詞 搜尋一下就可以找到答案 第三種情況 如果仍得不到滿意的答案 可以點擊幫助中心的在線客服 輸入問題向客服求助 或者點擊電話咨詢 直接打熱線電話 詢問工作人員都可以的